中國最近蠻奇妙的 連買白糖都要實名制 前一陣子說買刀實名制也就算了 白糖漲太多了 也得實名制 對 先講不是只有中國 我們今年包含台灣整個全世界白糖期貨價都不斷在漲 因為是因為氣候異常的關係 我先講中國 中國在今年三月的時候六千塊錢一噸 到四月七號六千七百五十塊錢一噸 六年新高中間有漲有跌 可是到現在此時此刻也大概要六千四百七 六千五百塊上下一噸 其實已經是這七八年新高了 這七八年為什麼白糖漲成這樣 他們現在說原因就是因為氣候變遷 因為中國主要是廣西跟雲南這兩邊有糖 可是廣西跟雲南最近都乾旱 好 那你如果廣西跟雲南沒有糖的話 他就跟外面去收購世界三大廠糖區 印度 巴西 泰國全部都乾旱 都是蔗糖嘛 全部都乾旱 所以今年不是只有中國 連台灣很多月餅師傅都說 我們台灣的白糖變很貴 所以這個未來糖這樣 可是整個台灣現在不是在減糖的人生嗎 那是太胖 太胖了 應該需求有變少吧 對 但是總而言之 反正就變貴了 變貴了啦 下一個可能大家會民生物資的是糖 可是我們政府有觀察到 政府說八月開始糖凍漲 我們要選舉 要凍漲啦 不能出事 下一個雞蛋變糖 可是中國很有趣 中國竟然有這個東西 溫馨提示 接貨公安局通知 購買白糖顧客需申貸 身分證原件 喔 還不能影印版 對啊 他說為什麼呢 是因為怕這個囤積嗎 沒有 後來發現 原來白糖可以做炸彈 這才是有趣的地方 這個是實作方式 我跟大家報告 白糖加上硝酸甲 硝酸甲7 白糖3 這樣的比例呢 你看喔 經過混合 然後糖喔 要炒 要炒糖 你不要亂弄 你要先炒糖 然後最後人在實作 然後呢就可以變成一個土製炸彈 這很有趣喔 那硝酸甲他說怎麼哪裡來呢 我跟大家報告 肥料裡面有 那如果你沒有肥料 貓沙裡面也有 貓沙裡面有硝酸甲 所以呢這個是一個很土的方式 那你不要小看喔 你知道嗎 這一個人是敘利亞的恐怖分子 他有一次呢 請這個西方的媒體喔 來教大家說 怎麼樣他們敘利亞是怎麼做火藥的喔 他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他們有個鐵鍋 鐵鍋之後呢 然後他會把這個白糖這樣炒炒炒炒炒 那一般炒完白糖後 白糖會焦化 趕快喔 在焦化的過程 馬上加入硝酸甲 你看焦化對不對 然後加入硝酸甲之後呢 然後勾勾勾勾勾 然後時候呢 拿一個破極砲的殼來 塞進破極砲裡面 它就能變成一個真正的火箭炮 我的天啊 而且你知道嗎 這是手榴彈的量 破極砲的量對不對 它還有做出火箭炮喔 這可以射擊 你看不是破極砲喔 它可以射擊12公里耶 這很厲害啦 所以以後我們這個以前工藝課 化學課 不用以工藝課加盛課 有做水火箭 還有也要做白糖火箭 這太可怕了太可怕 所以你要知道 為什麼中國那麼擔心這件事 怕新疆人學走 喔是 對怕新疆人拿去做土製火箭 所以這個東西在中國這個過程 國家真的什麼怪事都有 好來看中國另外一個數字喔 這個聽起來很驚人喔 這個恒大為什麼呢 他把一塊錢當40塊錢400塊錢用 蓋了一大堆房子賣不出去怎麼辦 這項數字顯示呢 中國的空屋喔 蓋好沒人住的 還可以給14億人住 住不滿 14億人住不滿了 等一下跟各位說多少人住喔 2022年中國房地產開始出問題 因為全世界發了債了嘛 發了債付不出來 付不出來之後大家就開始檢討 很多的外媒就開始去數數看 中國的房子有多少 所以呢去年外媒就說了喔 中國的房子太可怕了 多可怕呢 把全德國8300萬人 全部都移過去之後 德國人一個人住一間 還住不滿 所以呢那時候他們算說空屋有多少呢 大概是兩億間 後來呢就在這個月的23號 中國前國家統計局的副局長 他叫賀堅 賀堅呢也不知道是說溜嘴 還是故意要拆台 他就說我們的中國房子蓋太多了啦 我們現在喔 14億人完全住不滿 我們目前的空屋全國房子總加起來呢 空屋有兩億七千萬間 目前我們總共蓋了六億間的房子 所以六億間的房子 如果一間住五個人的話 中國的人口要三十億 還可以把這些房子全部填滿 哇這個是好恐怖的數字 所以現在全中國各位 房地產有幾間呢有六億間 那現在呢就很誇張多誇張呢 很多金主都被騙啊 例如說像天津 天津有一個地方叫做金津新城喔 這個我們講過很多次喔 金津新城是一個非常吊詭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呢 他在整個天津以北 大概五十公里的一個地方 他距離整個北京大概兩百五十公里 那個時候畫大餅真會畫 他說什麼呢 我們先蓋一條高鐵 然後從北京直接拉到裡面金津新城 然後呢再做一條高速公路 從整個北京直接拉到金津新城之後 再拉到天津去 哇一勞永逸啊 所以房子就拼拼蓋 可是蓋房子蓋好了 高鐵沒有蓋 然後呢高速公路也沒有蓋 所以怎麼辦呢 把布 真的把人家騙去欸 所以就把布 所以現在呢那邊據傳有 超過三千棟以上的別墅 還有度假村還有高福球場 還有大學還有博物館 可是呢什麼都有 就是沒有人 就是沒有人 所以呢現在就變成全世界 最豪華的一棟鬼城了 可是這個要怎麼辦呢 先跟各位說吳姐 為什麼吳姐呢 現在好多人去看喔 沒有人 可是呢有牛跟羊在裡面吃草 因為都已經荒廢 荒廢到這個地步了 好金津新城講完之後 我們來講上海喔 上海現在擁有全世界最高的一棟大樓 叫做上海中心大樓 這個很高喔 這個比台北101還要更高 這個是全中國最高 然後呢全世界目前是排名第三喔 632公尺 然後呢這個蓋的時候呢 他們其實這塊地很多老台灣人都去過 為什麼呢 如果過去你去上海呢 你晚上不要去酒店喝酒的話 這個地方過去是高爾夫練習場 他可以在裡面打高爾夫球 然後風景很漂亮 可以看著整個陸家嘴 後面就蓋了這邊喔 這邊多大呢 先跟各位說 這邊就跟寡婦樓一模一樣 我算出來一萬坪左右 就一萬坪 然後呢現在這棟樓很麻煩 為什麼很麻煩呢 富力堂皇啊 中國第一高樓啊 台灣第一高樓 目前101呢滿租 馬來西亞第一高樓 叫雙子溪 目前呢整個所謂的出租率是9成 這棟樓的出租率多少呢 他們外媒說 出租率還不錯啦 多少呢 6成 可是很多人都說 不對啊 6成應該是到處每一層都有燈光啊 大家晚上一看 整棟晚上燒燒 結果慧民姐發生什麼事呢 目前出租是6成 但是據說入住 就是說我辦公室我租出去對不對 我的公司實際上有派人 或是我這個地方真的有人 不到三成 那幹嘛租啊 不到三成 所以呢 現在就是 也不知道為什麼租 可能有些地方明目還怎樣 重點是整棟樓很豪華 但是呢裡面呢 現在就說 這個叫做直立式的一個鬼城 所以現在好多那種北京啊 天津啊 好多地方這個都出現 所謂的直立式的一個鬼城 那最近 剛好最近中秋節嘛 我們就來應景一下 中國人發現最近中秋節的 月餅變不好賣了 那變不好賣呢 當然要檢討原因嘛 例如說像京東 京東就說了 奇怪了 為什麼我們的銷售的額度啊 比過去衰退了43% 那目前的銷售的金額呢 衰退了55% 結果就是說兩個數字 都大幅下降就對了 嗯 那有人就說 哎呀你有所不知啊 吃月餅是老人家啊 那前幾年疫情 其實很多老人家都走了 所以呢可能 月餅的需求不是那麼高 現在的商業也不好喔 所以月餅大概也沒那麼好 不管啦這個不管 反正中國的月餅 就銷售就退就對了 結果最可惡的事情發生了 發生什麼事呢 最近呢 比亞迪跟特斯拉在中國 打得東倒西歪對不對 中秋節嘛 總是要送個月餅啊 真寒酸欸 比亞迪你在幹什麼 整個中秋節禮物 就只有贏高宏安 高宏安還有一顆馬鼠 真的 他去兩顆月餅 加兩瓶飲料 比高宏安好 比高宏安的一顆馬鼠好 可是比亞迪不是拿下銷售冠軍嗎 而且重點是 不是贏了特斯拉嗎 這個是讓我最生氣的地方 為什麼呢 我看到那個員工 拎著那個月餅 跟整個飲料回去 我都覺得 先說齁 整個比亞迪的財報 好到什麼地步你知道嗎 比亞迪2022年獲利成長200% 成長兩倍 2023年現在獲利又成長200% 又成長兩倍喔 他現在是全世界單一車廠出貨第一名